春游那天,同学们在路上就玩了起来,有的凑在一起玩捉黑叉,敲三家,升级,有的拿扑克牌算命,有的听随身听唱歌,那车顶棚恨不得都被掀翻了。 到了黑龙潭,侯老师嘱咐了几句就解散活动了,他们几个人精力充沛,林家墨又心心念的想追上前面的高二,走了一会儿就到了队伍最前面。 这一路上的景色,他们根本没有细看,那大潭小潭的,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汪水,真正开心的原因,还是待在身边的人。 赵燕揪了片树叶,夹在拇指中间,对着嘴唇吹了起来,动静不小,还很难听。 林家墨捂着耳朵喊,赵燕,你别学鸟叫了,小心,待会儿把鹰召来了。 陈寻假装四处看着,诶,赵燕,赵燕,赵燕在哪儿呢? 赵燕扶着一块大石头说,孙子,你什么意思? 哦,在那儿呢,你快过来,快过来,我都看不见你了。 说多少次了,别跟黑石头站一块,你们俩靠婶,不好找,你大爷。 赵燕蹲下去,向陈寻撩水,陈寻顺手拉住旁边的方回,方回一脚不稳,踩在了旁边的溪水中。 乔燕着急地伸出手喊,都别闹了,快上来。 方回犹豫了一下,还是拉住了乔燕的手,踩着石头爬了上来。 陈寻赶忙扶住方回问,没事吧? 哎呀,方回的裤子都湿了。 哎呀,真对不起啊,要不然,你穿我的吧。 方回白了陈寻一眼,泄气地看着自己的裤子。 林家墨突然问,哎,现在几点了? 嗯,两点半了。 咱们三点集合,哎呀,得让你走了。 啊,那方回怎么也得晒晒啊,裤子还好说,这斜湿了会抹脚的。 林家墨背好书包说,要不这样吧? 陈寻留下陪方回,咱们先回去,跟侯老师说一声。 大家诧异地看着林家墨,林家墨继续坏笑着说。 谁让他把方回拉下水的呢? 陈寻心领神会。 好吧,我陪他晒晒裤子,那你们先走,一会儿啊,我们去追你们。 不,不用了吧。 赵叶站起来,胆了胆身上的土。 就这么着吧,再不走啊,我们也得迟到了。 哎哎,陈寻方回,一会儿见啊。 林家墨向他们两个眨了眨眼。 等他们三个走远了,陈寻靠着方回坐了下来。 他揪住方回的裤脚使劲凝水。 方回僵直着腿,不由得有些紧张。 陈寻拍拍方回的膝盖说,放松点,我又不会把你吃了。 方回生气地蹬了他一脚。 你就不正经吧。 陈寻躲开他,斜着眼睛说,悄然正经,你让他陪你呗。 你怎么老是悄然悄然呢,我又没说他好。 你看看这一路上,他又是给你背包,又是给你编花环,真够献殷勤的。 哎,对了,刚才还拉你上来了是吧? 人家那是拉我上来,你倒是不拉我,一下子把我推下去了。 我想,还是告诉乔然咱俩的事吧。 啊? 我总觉得,他好像也挺喜欢你的。 那,哪儿啊? 陈寻捡起一块石头,扔向水里。 我知道,你有感觉,你一紧张就接吧。 那,那你就说呗。 算了,你不是不乐意让别人知道吗? 唉,走吧,别玩太多了,要不然让同学们看见,以为咱俩干什么呢。 方回也站了起来,他明明嘴唇说。 唉。 啊,干嘛? 陈寻回过头,方回慢慢地伸出胳膊。 嗯,拉,拉手吗? 这儿没人。 陈寻愣了愣,随即笑开了话,他一把拉住方回。 跟着我啊。 方回点了点头,紧紧地回握住了陈寻的手。 两个人比规定时间晚了二十分钟,他们作贼心虚地在快到客车之前拉开了很夸张的距离。 林家墨在车下一直等着,看到他们急忙跑上前去。 唉,陈寻,你先上去,我和方回在后面。 陈寻茫然地答应了,方回很疑惑。 怎么了? 哎呀,你们俩还真传出绯闻了,刚才侯老师还说,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呢? 这,这,真的,看着倒像是开玩笑。 哎,不过我还有一个爆炸性的发现。 是,什么? 门铃草,好像喜欢陈寻呢。 我上厕所的时候,听到她跟河沙说,什么,一定要找机会和CX说明白。 哎,你想想,咱班除了陈寻,还能谁是CX呀? 而且,你上次说黑板上的字,哎,就是写你喜欢陈寻那个。 我听的意思,多半就是她干的。 反正你小心点吧,你们俩的事儿最好别传出去,我总觉得有人盯着你们呢。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,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。 舞中被指派参加队列和集体舞表演。 学校对这件事十分重视,一接到任务,马上开始组织同学排练。 高二年级翻花举牌,高一年级学习集体舞。 整个校园顿时忙碌了起来。 侯家自然打算让一般突出表现。 他委派班里身条模样最顺眼的陈寻和林家墨担任学习舞蹈的小教练,一心想博个头彩。 不过这可苦了一般同学,不但体育课牺牲成了舞蹈课,就连放学之后还经常要多练四十分钟。 当别的班级放学回家的时候,他们却要傻了吧唧地在操场站成一圈,学跳开门红和好日子什么的。 本来陈寻还是挺愿意参加这种活动的,他属于人越多就越显眼的那种人。 但是集体排练的时候,陈寻却不怎么高兴,因为虽然这是集体舞,男生女生围成里外两层两个圆环,面对面转着圈跳,指不定会跳到哪停下,然后呢又面对面的拉胳膊玩手。 可是集合归队的时候是统一的队形,所以也有相对意义的固定舞伴,而方回的那个舞伴就是乔然。 这让陈寻很不爽,他和林家墨是小教练,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站到队里,因而他也搭不上方回的边,就算是偶尔遇见了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,一眨眼,方回就又转回了乔然身边。 而方回呢,也有不称心的地方,陈寻和林家墨在一起,他是没有意见的,可是同样作为小教练,舞班的王蔓蔓也一直跟他们在一块。 这个女孩很开朗,总是和陈寻说说笑笑的,闹得欢乐,恨不得能趴在陈寻身上,这就让方回心里很不是滋味了。 这样一来一往的,两个人就有些别扭了起来。 平日里不能明目张胆在一块的缺憾,一股脑地在晚上打电话的时候补齐。 可惜,事儿不凑巧,陈寻家的子母鸡坏了,他房间里用于和方回联络的子鸡掉到了水池里,倒不至于不能用,只是通话时杂音远远大于话音。 方回说他们俩那时候特缺心眼,就那样还每天晚上都打电话联系。 为了不被家长发现,他们约定每天晚上十点再偷偷通信。 因为陈寻家的电话在他父母的房间里有分机,所以不能方回给他打过去,只能陈寻打过来。 而方回家的电话在客厅,他每次都要像做贼一样,把电话线拉长到自己房间,在电话上面盖上枕头被子,响一声就马上接起来,生怕被他爸听见了。 即便如此,两个人还是胆战心惊地,在沙沙的噪音中坚持不懈地说话。 虽然他们的对话通常演变成,喂,什么,再说一次,听不见,我什么,哦,喂,喂,听得见吗,还是听不见。 但是那会儿,两个人却乐在其中,难得能听到几句,我想你了,喜欢你,就已经足够他们晚上做个美梦了。 高一生活随着集体舞会考期末考试,忙忙碌碌地接近尾声。 赵燕每次到期末都是小宇宙爆发,死活拉住陈寻他们一起复习。 大家实在缠不过他,就约好周末一起到东城区图书馆看书。 那里面都是附近学校的学生,时不时地能遇到个熟人。 方回的地理图册,生物笔记,还有计算机书,顿时成为了抢手货,在设大的自习室里广泛流传着。 中午呢,他们到附近的一个叫宝龙的小商品市场,吃了凉面和酸辣粉。 那里楼上还卖文具小玩意儿什么的,林家墨就拉着方回一起上去逛。 林家墨拿着一个毛绒小猪说, 花儿,你看这个,可爱不? 还好吧。 林家墨放下小猪问, 哎,你给陈寻送过礼物吗? 没有。 哦,他生日是8月29号,还没到呢。 哦,哎,你说,送男生送什么好呢? 啊,你要送给谁啊? 还能有谁啊?苏凯呗,他快过生日了。 几号啊? 24号,正好咱们考完试。 那,那你还以高一一的名义送? 不,这一次我想以林家墨的名义送。 林家墨笑着转了个圈,然而就在这360度里,林家墨的世界突然跟着颠倒了。 在林林总总的玩具中间,林家墨看见了苏凯,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女孩,虽然不很清楚,但就那么一瞬间,林家墨还是看到了两只牵在一起又匆匆分开的手。 苏凯走过来打招呼。 哎呦,你们也来这里玩啊,是不是在东途看书呢? 是啊,你也和同学来复习啊。 哦,哦,对,对,招业也来了吧,跟那小子说,会考一定得及格啊,要不然啊,万一以后有大学招特长生,那就不好办了。 嗯。 怎么了,真没精神啊,走,我请你们俩吃冰棍。 不用了。 我们要回去了。 哦,这样啊,那下次吧,平时看你活蹦乱跳的,现在怎么跟蔫茄子似的,我还真不适应。 要是有新事啊,赶明儿跟哥哥我聊聊,我免费帮你答疑结获。 苏凯揉了揉林家墨的脑袋,林家墨却扁着嘴。 谁有新事啊。 呦,还保密啊。 行,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 对了,千万别忘了,提醒赵燕那小子啊。 苏凯冲他们挥了挥手,很自然地扶着旁边的女孩的背走了。 林家墨望着他们的背影,几乎掉下泪了。 那个女孩背后的大手,想必是十分温暖的。 可是那样呵护的温度,丝毫没有传感到她这里,反而让林家墨格外的心酸。 苏凯走了几步,好像突然想起点什么。 她跟身旁的女孩儿耳语了两句,又跑了回来。 林家墨赶忙吞了泪水,摸摸眼角。 怎么了? 哦,刚才忘了说了,麻烦你啊,跟你们班那个高依依说一声,别胡我了,也别再给我买水什么的了,帮我谢谢她,但是我不能跟她在一块。 为什么呀? 也不为什么吧,可能代沟吧。 再说,你们跟我都跟妹妹似的,我也总觉得这样不好。 林家墨举起胳膊,指着站在那边等她的女孩儿。 是因为她吧,是你女朋友吗? 对,她叫郑雪,是我女朋友。 我明白了,我会转告她的,再见。 林家墨没等苏凯再说话,就拉着方回走了。 她死死地抓住方回,甚至在方回的手腕上留下了红色的纸痕。 可是方回没有吭声,他们一直跑到旁边一条小胡同里才停了下来。 方回抱着林家墨,抚摸着她的头。 哭吧,没人了,哭出来就好了。 早已泪流满面的林家墨,终于发出了乌液的声音。 大家好,我是匆匆那年的作者九夜回。 匆匆那年是一个关于我们80后的故事,是北京四九城里辗转流年的事。 从1998年到2008年,光阴的溢彩映射着一件模糊的少年面庞, 让我们重徽纯真年代,一起度过属于我们的匆匆那年。 那天之后,林家墨一下子消沉了,无论学习还是跳舞都心不在焉的。 原本红润的鹅蛋脸也干瘪了下去。 而且他不再跟别人逗笑聊天,脾气也大,动不动就跟人呛茬。 赵叶被他噎了几次之后,再也不敢去逗他了。 方回劝了劝,也不见好。 一般有点眼力劲的人都看得出来林家墨不是善主,知道绕道走,不招摆的。 偏偏这种时候,王漫漫无意中撞在了枪口上,成了炮灰。 那天休假,他们全年级来学校练舞。 跳过几圈休息的时候,王漫漫走到陈寻和林家墨身边,颇有深意地问。 诶,陈寻,平时总找你们那个女孩谁啊? 哦,你是说方回吧? 哦,对,就是刘扣边那个。 方回是吧,他可真逗。 怎么了? 呐,你看看,他穿的什么裤子呀。 王漫漫凑到了陈寻旁边。 陈寻和林家墨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,方回正在和乔然说话。 方回没穿校服,上身是件很普通的翻领T恤,下身则是一条早已退出流行的深蓝色短裙裤。 王漫漫嬉笑着,哎哟,还真是够土的。 陈寻知道方回不是时髦的女孩,平时别的女孩拴个绳挂个链的,她就从来没有。 那会儿五中要求全体穿校服,浑身上下大家都是一个样,稍微能显露点品味的地方就在脚上,所以啊,大家对鞋上都特下功夫。 一般家里条件不错的男孩都穿耐克阿迪瑞布,稍微逊色点就穿李宁。 女孩中时尚点的就穿松高鞋、大头鞋或者女版的高级运动鞋。 平常鞋的女孩也买双颜色鲜艳的版式,而方回则一直穿着很普通的布鞋。 上体育课时穿的也仅仅是国产双星牌球鞋。 不过,方回虽然朴素,但是气质很清淡,学习又格外出色,所以没人因此而嘲笑她。 陈寻更是从不挑剔她。 换句话说,在陈寻眼里根本就没看到过这些,她觉得方回无论怎样都是好的。 可是如今被王漫漫一说,陈寻心里就不自在了。 还好吧,我看着还行啊。 还行?得了吧你,我都多少年没看过裙裤了,好像还是小学时候穿的呢,对吧,家墨? 林家墨本来就气不顺,听她那么一说,更是勾起了火。 陈寻的回答也让她不满意,她心想,别人都那么说方回了, 她怎么着也该出头反驳两句,可是瞧她陈寻,却捏头捏脑的压根儿没这个意思。 于是,她白了陈寻一眼,冷冷地对王漫漫说, 裙裤怎么了?你那天还不穿短裤来着吗? 能一样吗?今年流行牛仔短裤,我那条是前几天在西单区人厂买的。 反正我觉得,这裤子穿就得分人。 陈寻,方回的腿好看,穿什么都嫌好,是吧,陈寻? 对,我看就挺好看的。 陈寻没听出她的弦外之音,美滋滋地说着,这一下换成王漫漫恼怒了。 她脸蛋长得漂亮,个子也高,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小腿略粗一些。 她觉得,林家墨这是明包方回暗扁她,尤其当着陈寻的面,未免她让她下不来台了。 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,嘀咕着,得得得,你们都是一般的,不跟你们俩说了。 不就一图老帽吗?至于那么护着吗? 这回,陈寻终于忍不住了。 王漫漫,你别这么说她啊。 哎,王漫漫,你有完没完呢? 怎么了?她谁啊她?还不跟人说了? 王漫漫瞪着眼睛也喊了回去。 当然不能说了,方回是我的好朋友,是她陈寻的女朋友。 林家墨心里终于舒坦了,她幸灾乐祸地说着。 林家墨的话让王漫漫瞬时间忘记了愤怒,她惊讶地看着陈寻一脸地不相信。 陈寻瞥了林家墨一眼,林家墨知道自己说漏了嘴,也不狡辩了,干脆就破釜沉舟。 干嘛?不信啊?我又没撒谎,方回就是陈寻的女朋友。 王漫漫哀怨地看着陈寻,真的吗? 真的啊?你别跟别人说啊。 练武解散之后,林家墨拉住方回上下打量着说。 明儿,你别穿这身了。 怎么了? 没怎么,就是今天王漫漫说你来着,现在不流行穿裙裤。 啊,方回牵强地笑了笑,手不自觉地拉紧了衣服下摆。 没事儿,我已经把他顶回去了,他以为自己多有份儿呢,瞧他那粗腿。 林家墨拍拍方回的肩膀,方回自嘲地说。 嗯,你也没必要跟他争这个,我知道自己是有点土。 那不是当是陈寻的面儿吗? 你不往心里去,他还往心里去呢? 他也在啊。 在? 不过你放心,他还是挺像着你的。 那他说什么了? 他…… 林家墨一下子卡了壳,他突然想起,王漫漫已经知道了陈寻和方回的事儿,急忙歉意地说。 他说,你是他女朋友,让他别那么说你。 是我说漏了,他才承认的,对不起啊。 方回愣住了,他心里七上八下的。 一方面,他窃喜陈寻勇敢地承认,坚定地维护。 另一方面,他又担心,他们俩的事儿会被传出去。 王漫漫不是本班同学,这效应更可怕。 一旦传开来,那就是全年级皆知的秘密了。